中国人大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是否女性应当回家 相夫交准 夏明教授说 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我觉得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要有差异性的一个平等 就是无论在我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还是在性别分工中 这种差异性的平等 就是我们在人格上 我们在尊严上 我们在相互的关系上 就是说我永远是把你看成一个目的 而不仅仅把你作为一个工具 来实现我的目的 而不管你的价值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都有几个平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当然我们就有差异性了 那么差异性在于 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说是女性 那么你觉得我更想跟孩子 多大点时间 那么我就愿意选择不工作 那么这个是一个选择 我觉得 那么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 那个就是处境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接受这种 在人格的这个平等上 我们有种差异性的选择 那么所以这种就差异性的平等 那么所以这种差异性的平等呢 我并不认为就是说 有一个就是好像模式了 就说男人了一定了 就说要干什么 女人一定要干什么 其实男人了 我觉得做家务了 男人带孩子了 那么这东西都是应该的 那么都是让男人了变得更好 那么同样的 女性的话了 也是出去奋斗了 去有自己的职场 然后有女性 我觉得也很好的 那么下面有女性 这种事情比男性多 我觉得也很能理解 但是有男性呢 真的比女性多 女性在家里边 永远不去职场 我觉得也能理解 我觉得在这种差异性下面呢 我们遵循了这种平等 这种人格的平等 那我就就行了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佑论坛专题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男女平权新标准 是否意味着男人需要更谦卑 而非女人更自信 请您继续烧听 河北自由撰稿人朱新鲜先生 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 他说任何事情 当然有大差的 不管我们满意不满意 这个社会几千年来